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是你們最喜歡看的開箱片 最近我買了一個手袋 很想跟你們說說我的購物經歷 以及直接開箱給大家看 然後上星期我又收到Desarch寄給我的衣服 覺得很美、很高質 很想分享給大家 所以今天有靚袋、有靚衣服 應該都是你們的東西 如果想知道我要開箱什麼 很有興趣知道有什麼新袋 有什麼新衣袋 我們就開始!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其他旁邊的鈴鈴 還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資訊 也可以和我多一些活動 我們開箱了Desarch寄給我的衣服 總共有五件,有兩件 我很私心推介給大家 第一件是集合了很多我喜歡的元素 例如大方嶺、泡泡袖 後面有個小小的孔位 下面是綁帶的 可以做到一個小腦背小性感 但又不會暴露的感覺 這件衣服穿出來是顯瘦、顯白的 它的顏色是一種很有質感 也很有復古味道的鐵獸色 它的質感是薄的燈芯絨 我現在穿是OK的 因為我多數是室內有冷氣的地方 然後晚上尖寒、尖寒冷 如果穿太薄反而會懶惰 所以現在穿就剛剛好 然後我最喜歡它的細節 就是扣扣位是假的 裡面是密實的 不是穿洞 不是扣扣的 所以就不怕走光這個問題 大家可能上網見過或者聽過 DESARCHI的品牌 不過不是很熟悉 所以今天我就輕輕介紹一下 它們是來自倫敦的品牌 今年打入了香港市場 主要買一些日常的服飾 它們是自家設計、自家製造 比較關注一些細節 這件事我也很欣賞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們的細節 是做得很漂亮的 那些皺摺位 所有東西都做得很好 然後每個月它們都會有新品 非常貼近市場 例如我手上這條連身裙 就很適合夏天的時候穿 這條裙的重點 就是下擺其中一邊有綁繩 可以縮上去 有些皺摺 穿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遮一下肚腩 然後你穿起來 下面是斜上去 又是一種小性感 但其實它完全不是很短的裙 不會走光 亦都不會很暴露 就做到一種若隱若現 看到大腿的感覺 第三件看上去平平無奇 但是我今次收到最喜歡的一件衣服 看上去好像沒什麼特別 一件很普通的白色 一致靚雪紡衣服 但我想說這件衣服穿出來之後 仙氣十足 它的皺摺位是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單層的雪紡 你放手臂在裡面 有一種半透視的感覺 然後垂墜感做得很好 直至到皺口位這裡束住了 是很顯瘦 完全遮蓋所有的拜拜肉 但到中間這個位置 就不太透視了 但如果你穿一些深色的內衣 就會看到形狀和顏色 我自己會加上一個頭部 一個頭部 這樣就沒問題了 之後這件衣服對我來說 是一個新嘗試 它是深藍色 我已經很少穿了 然後它是一邊樂肩 然後是高領 另一邊是路肩 有些長袖護術衣服 不過它是沒有扭的 對我來說 是很少很少穿到同類型的衣服 是比較新奇一點的 穿出來的感覺 是很有滋性 然後有些輕熟的感覺 很適合上班的時候穿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點 就是它路肩那邊 記住要露出來 因為我試過兩邊的頭髮都放下來的時候 好像剪頭髮的時候 鋪著那塊東西 所以你記住 不要吝飾你一邊的肩膀 它要露出來 我們就隨它露出來 對了 不要遮住它 知道嗎 最後就是一條 非常之百搭的黑色半截裙 它真的什麼Style都可以穿到 Casual的 運動風的 用來上班也可以 晚上約朋友去喝東西都可以穿得到 然後你不要看它那麼短 還要A字散出去 好像很容易走光 裡面其實是一條裙褲 它是一個有耐理 不用擔心大家會走光 因為它的下巴微微散出去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自己的大腿不夠瘦 看起來好像很肥美 它是可以修飾到的 今天這五件衣服都是DESARCH的 我覺得性價比很高 200多元一件 他們的質地和設計做得很好 香港和澳門都是免運費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他們的IG 而且他們的服服時間非常長 早上8點到凌晨2點都可以找到人 所以這個我覺得一大買點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 三開箱完就到手袋了 這個手袋我都觀望了很久 其實它不是很貴的 一千多元而已 但是我想了非常非常之久 就是韓國一個品牌Rosa K的手袋 我買這個手袋的心情就好像坐過山車一樣 剛剛買的時候很開心 因為他說十天左右就會到的了 誰知道等了兩個星期 完全沒有消息 那我就問回網站 他們說太多訂單要處理了 暫時回答不到我多久才到 那我就跌到谷底了 然後再過兩個星期左右 他就說 那個袋剛剛到我們那裡了 要QC完就會寄給你了 那我就想回去一點點 然後又不見了消息 結果差不多一個多月才到我手 我現在收到的時候 其實都放了一個多星期的了 我已經沒有任何的期待 沒有任何的興奮感覺了 不過因為我都很想和大家一起開箱 我就完全沒有開過 沒有用過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贈品 我本身以為和手袋有關 原來是一個搓手液 我不知道是因為延遲了 所以表示協議送給我 還是買手袋都會送搓手液 總之都挺搞笑的 好啦好啦我也是不囉唆了 直接和大家說一下這個袋 看到這個形狀應該不會陌生的 因為很多牌子都出了 第一次我看中了這個形狀的袋 是LB他們的Monogram 那時候我已經帶了我的決心和信用卡 進了店裡跟他說我要這個袋 誰知道他跟我說要訂 要等兩個月 那我就從這個100分的衝動 減到去0分 因為我是不捨得用萬多元買個袋 還要訂 還要沒得選 然後還要 就是 我覺得主導權不在我身上 你明白嗎 所以我就默默地放棄了 其實我也沒有放棄的 我也是偶然進去 看看有沒有真身 都是要訂 我就真的算了 然後呢 我就一直都 哇我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這個形狀的袋 然後我就看到Celine 他們都是有這種的袋 對啦 我都比較後知後覺 應該推出了很多年 但是我就一直都沒有留意 突然間 就是靈機一觸 覺得我一定要這個形狀的袋 我才去看 就發現Celine他們有很多種花款 都是要約萬二元的 即是說貴不貴 說便宜一定不是便宜的 那之後呢 我也是打算買的時候 竟然讓我看到這個袋 它是約1500元左右 你明白嗎 是十倍的分別 那本身呢 我自己是不喜歡買一些袋 是跟名牌有點像的 但是我發現呢 很多個名牌都有出到的時候 那就是不是抄了 是大家 參考大家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 都不用理那麼多了 即是如果你說它是像 Royera Puzzle 那我就覺得這麼unit 我就不喜歡的 但是當每個牌子 都是出差不多形狀的話 那OK啦 那1500元玩一下 搭一下衣服呢 我都覺得非常之值得 我就入手了它了 那現在呢 就跟大家一起開箱開膠袋啦 這個牌子呢 叫做Rosa K 是一個韓國品牌來的 由於它只不過是千多元呢 我都不介意它 沒有盒啊 沒有塵袋沒有成的了 那它包得好 那個condition是OK 我都收貨的了 給大家近鏡看 它的面是合成皮來的 不是真皮來的 也都不容易刮花的 我都很大力地刮 然後呢 它的頂部就是牛皮來的 然後旁邊有少少啡色牛皮的拼接 後面呢 跟前面剛剛就一樣的了 然後開關呢 就是一個磁石的扣 然後裡面有些什麼呢 我都要開來看看才知道 裡面有一條肩帶 也是啡色拼黃色的 很簡單 這樣扣在旁邊就可以了 是360度可以轉的 然後裡面有一張沒有東西的雪梨子 原來它有塵袋的 那為什麼塵袋是放在袋裡 而不是包著袋子寄給我的呢 Anyway 有一個他們牌子的塵袋 然後袋裡面呢 有一個繁埔的內蜜 然後有一個卡尺寸的內隔 之後呢 就沒有其他間隔了 極快速跟大家開箱了Rosa Katie這個袋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呢 我自己是未想怎樣去配襯它 然後未教那個肩帶 不知道怎樣揹的長度才最好呢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我揹上身的效果 就留意我Instagram 我會Postory 或者是出一個上身的圖給大家看一下 到時 它也算是了了我買這個形狀 這個size的袋子的心軟 因為想當時我已經下定決心買的時候 要訂我真的非常之不開心 然後心黏著黏著黏著 可能大家習慣了買精品袋的時候 都知道可能有些袋款要訂都要甘心命底去訂 但是呢 我自己也是不捨得 我也是覺得我買萬件的袋子 我想即時擁有 然後即時去選一下 如果有什麼瑕疵位 可以馬上換 所以呢 最後呢 我就放棄了 然後看到Celine的時候 我也很想買的 但是冥冥中就被我遇到一個非常之便宜的替代品 然後它的顏色又漂亮 夏天用來襯淺色衣服又漂亮 冬天又可以襯一些深色的衣服 我也覺得不差 完全可以比美到一個精品的感覺 它是沒有那種高質的皮的感覺 但是呢 我自己很粗用的嘛 這些內掘就適合我了 我不疼袋子 所以呢 我也非常滿足在這個袋子裡的 如果大家跟我也有一樣的心態 我覺得不妨可以考慮一下它 我會放一些網址 今天所有資料 說過的東西 都會放在info box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也可以給一些意見 我覺得這個袋子怎麼樣 可以給美的那個 LV的Monogram 或者Celine他們的老花 我覺得OK的了 對啦 如果覺得那些漂亮很多的話 不用說我知道了 對啦 我滿足的了 我滿足的了 對啦 希望大家喜歡看今天這條開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深夜 和星期日繼續上載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Bye Bye